来新加坡唯一震惊的是我们 我过来过8月15 就平时接上去没有什么人你知道吗 那忽然就在那公园里面到处都有人 我就在想说新加坡怎么会这么多人 欢迎大家来到我频道 今天我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 特别的一个嘉宾呢 就是Jane Lee 大家可能不太见 因为她Jane Lee是MFuture的 Founder 其实Jane Lee呢 她是你是中国哪里人呢 我是上海的 上海人 但是来新加坡多久呢 来新加坡将近一年时间 一年时间 很新啊 很新来到新加坡的一个中国人 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想要用Jane Lee分享一下 他在中国的做这个Software 还有这些科技制服务们 怎么得到一个突破 然后为什么呢 要决定要来新加坡 来继续继续扩展你的公司 我们不要浪费时间 我们现在开始 OK Let's go 这间麦克风公司呢 在中国已经成立了五六年的时间 是2017年成立的 对我们在中国呢 有三千多家企业客户 主要是帮客户解决一个流量的收集 流量的运营 流量转化问题 帮助我们的客户呢 提升销售额 提升客户的转介绍率 对 在创立这个公司之前呢 我是2012年做人工智能 NLP Natural Laundry Processing 我们是负责产品市场 做Vice Present 我们那间公司呢 主要是做金融的风控大数据 对那间公司是2012年创立 2017年5月份 卖给了蚂蚁金服 很厉害啊 我自己本身是Programming出身了 所以我一直从事的都是科技行业 包括第一份工作 也是在一家美国的科技公司工作 那为什么 怎么样想着 自己要出来做麦克风呢 其实我的上一间公司 麦德的公司 我是Co-Founder 我觉得创业的话 其实跟打工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我们觉得 我们有了一个前所有的机遇 可以去创造一些东西 然后去实现社会价值 然后呢 当你创造一个新的产品 看到你的客户 因为用你的产品 而得到一个很大的改变 尤其是可以改变 整个行业 或者给社会做一点贡献的时候 其实这种自豪感 除了能够有一些 这个经济上的回报之外 其实更大的是来自 对资深价值的这种认同感 我觉得只要是 每个创业者 应该都比较心酸吧 表面上看起来很风光 其实是很心酸的 我的两间公司 其实都不是 上来就一帆风水 都能做得很好的 中间也是 尤其是在PMF 就是Product and Marketing Fit 这个阶段是非常痛苦的 你要去brick through 真正的创造出来一个 让客户 就是觉得有用的产品 对 还是有一些过程的 包括其实经营公司 它不仅仅是说 你给客户创造出来一个产品 同时 还有很多的方面要注意 比如说公司的融资 然后你的团队 人员的招募 然后组织的建设 这些整整的 其实都是要注意的 所以其实创业 对我们创业者来讲 挑战是非常大的 那你在这么多阶段 就是融资 就recruitment 这些的marketing expression 这么多方面 你觉得哪一部分 是最是头痛 最有挑战的呢 其实 这个可能跟创业者 本身的个性是相关的 其实对于我来讲的话 我的短板应该是战略 对 战略是最困难的 因为我个性比较open 然后比较随和 所以在组织管理 招募人才 也没什么问题 同时我自己也喜欢 做一些研究 所以也喜欢跟客户去聊 所以我们的产品 也问题不大 OK 对 在那个上面 可能女生又是短板了 所以其实还是蛮痛苦的 做 其实战略 其实说白了就是 比如说你会一开始的时候 设定公司的企业的 使命愿景价值观 其实这些都是很粗略的 主要还是说 给公司定方向 那这个方向呢 一定是带着 这个大的方向是正确的 然后呢 一定是带着公司 去能够往前走 不论经过多少困难 你觉得你一定可以胜利 对 这个方向是不能看错的 然后同时呢 包括给公司设定的 这个 milestone 也应该要是正确的 对 对 就像是我们现在公司 我们把那个headquarter 从上海搬到新加坡 我觉得这个战略 其实做起来 这个决定还是 花了我很多时间的 要做各种研究 因为这个战略 一旦决定下来 它就不仅仅是 就是人在这边了 它的资金呀团队呀 包括努力的方向 都会跟着干 团队也会有不适应的情况 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是创业出来 好像融资是最复杂 和最困难的一部分 你觉得呢 我觉得还好 对于我们科技行业来讲 真的还好 当你的产品 真的是能够印证 这个价值 包括你PMF出来 Unique Ignome 真的跑出来的时候呢 其实是投资人 追着你来投的 这个刀不是 我最有挑战的地方了 对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说 要把产品做得好 然后客户感觉满意 对 其实不论是投资人也好 还是我们企业也好 其实我们最终的 我们的根还是在 我们的客户这边了 对 所以我花很多时间 在客户这边去 但是你怎么就是说是这个 想要创作麦克风呢 这个最开始的初期的 idea 是从哪里来的 其实是在2016年的时候 那回的中国 因为我们移动互联网 已经充分发展了 各种平台都已经很发达 但是我看到一种社会现象 是很多传统的行业 其实过得并不好 就像我们的 小众华也过得并不好 因为 这种在这个发育阶段 会发现就是 一方面是非常 朝气蓬勃的这种发展 然后呢 平台有流量的企业 容了很多资 然后大家都在上面去 宣传自己的产品 另外一方面呢 会有很多传统的企业掉队了 还有一些呢 他可能这些企业不会玩 到了平台上之后呢 他虽然带来了一定的销售额 但是他的利润在不停地下降 然后呢 其实是也知道了自己的货客通道 但是呢 他的利润在下降 其实生存的并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在想说 可以给我们的客户 创造出来一种 比较创新的方法 让他们能够提升自己的销售额 同时呢 摆脱这种 对公寓流量 对这种平台的过度的依赖 然后呢 稍微跳出来 另外一个视角 来看一下自己的声音 对 所以你刚刚一直创始麦克风 其实你不是 没有想过说 OK 我一定要投多少钱进去 融资个多少个million 然后呢 我可以大概十年之后 也许用不了十年 五年之后就包装一下 啪 卖出去上市 然后我可以得多少多少多少利润 开除的时候可能 其实 其实这都是小年轻人 就是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第一次创业都会想着说 我要赚多少钱 我要创立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其实对于我们这种 已经经过创业的 第二次创业的人来讲的话 我觉得 其实本质的是 你创造出来一个产品 是被社会接受的 而且能够印证它的社会价值 然后呢 能让客户说你的好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做企业就像资源整合一样的 就是你拿投资人的钱 然后呢 去整合社会上最有用的人才 然后接下来呢 去生产出来一个 对我们的客户有用的产品 然后客户用了你的产品之后呢 他也能赚到钱 同时呢 如果你还能够去找reseller 然后把你的利润分出去 让这个市场呢 扩得更大 然后接下来过程当中呢 你还愿意把你的公司的股份 然后让一些给你的员工 给一些partner 其实最终呢 就是大家一起就是过得好 所以说要把这个目标实现 自然这个社会价值就能够被印证了 如果是总是想着说 我的公司要卖多少钱 就是看得特别近的话呢 有可能中间过程当中 是会非常痛苦的 对 也不一定能达到这个终点了 我已经看得很透了 因为你在中国有团队 那你现在在新加坡有团队 那你这个毕竟文化上面的话 是相近也相近 不相近也不相近 那你觉得文化上面 有什么一些不同的呢 其实我来到新加坡 跟上海相比 我觉得除了 比如说我们在上海 见到的更多的是 我们的华人之外 然后在这边会见到更多的 像马来亚人 印尼 包括这些人比例有所不同 因为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因为比如说销唬的品牌也好 商业模式也好 还是包括这些文化也好 其实都还比较相近 因为现在是globalization 这个比较的 对 大家也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包括客户的诉求这些 所以说是其实客户要求 不管是在上海 还是在新加坡 都是差不多一样 其实就是可能 因为我们中国的科技企业 可能会更加的用一个句话 就是卷 卷一点 所以呢 比如说我们在 Customer Success的服务上面 包括在产品的 迭代更新上面 可能会保持一个 比较快的速度 对 然后可能会 包括在初期的时候 我们更多 我们的创始人 更多愿意去跑到前线去 甚至一直会跑到前线去 就不停的收集需求 迭代产品 然后倾听市场 等等这种的 对 那你觉得新加坡的这种 科技市场 他们有没有竞争 有没有压力 我自己感觉 这个新加坡的这个科技市场 还是很有机会的 还是很有机会 竞争没有那么卷 竞争也是有 只是说 可能从 就是一个外来的和尚来讲的话呢 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 更新的思路 而且这个思路呢 给我们的客户去呈现出来 大家觉得 还挺好 还挺新 对 然后呢 我们也 也逐渐逐渐地开始倾斜 我们几乎所有的这个开发资源 到 到新的这个地方来了 对 那将来你有想过 就是说是在 扩展 就是比安 新加坡吗 还是有 因为我们 现在的话就是 可能是以新加坡为一个headquarter 全球的headquarter 我们会 因为现在我们也有 有美国的渠道提出要带领我们 也有马来亚的 印尼的 包括柬埔寨的 这些中东的 其实我觉得新加坡这个地方 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它 如果是扩展全世界的生意 选择在新加坡做总部呢 我觉得还是 比较 比较合适的 在上海也经历了上海三年的COVID-0 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亲身经历 亲身经历 对 可以为我们分享一下 那段时间是怎么过来的吗 其实 疫情对我们公司的影响都不是特别大 只是说对我们的客户影响非常大 因为他们有时候可能会 没有办法迎接 所以呢 就既然对我们公司的生意 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 然后对个人的影响来讲的话 就是 因为我的孩子正好是在成长期 包括 像我弟弟的孩子就比较小 他们呢 就是那时候呢 正在认识这个世界 你知道吧 然后 三年 经常就是我们会排队做核酸呀 然后 就是 或者说在外面排队做核酸 或者怎么样 我们就一直做核酸嘛 所以现在出来之后呢 基本上如果发烧了 如果是 或者看到有人排队 然后我们的孩子就会说 哎 他们在做核酸嘛 就是可能 这个 就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防控政策不一样 因为我们是 采用比较严格的这种防控措施 就是 我自己倒 也不像是 像你们都打满了三针疫苗 我没有打很多疫苗 我只打了一针 来新加坡的时候打了一针 但是我也没有得什么口味 快也没有得口味 我觉得大家已经过去了 大家已经忘记这个口味 对 少打了一毛针 对 对 我孩子一针 预防就还没有打 反正我觉得这个经历是比较special的 很special了 我觉得 也会给 像我的孩子 包括我们 我们谈结的时候呢 现在谈结就很轻松 但是呢 大家经历过 口味那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互相谈的时候呢 就很有共同感了 嗯 几下子能拉近 拉近很多话题 之后的话 就上海就是 它就立刻就回到了原来的 是的 是的 因为这个反映出来 就是我们 就是华人 或者我们 就是中国人 他是 很要 很要生存生活的 就一旦放开 大家都开始 要么就开始去享受啊 消费啊 做生意啊 就马上就活起来了 那些新闻海的时候 不是五一黄金 周末 对 很多人出来 我都看完 我看完那个 惊呆了 就是 好多好多人 就像是新加坡 我来新加坡 唯一震惊的是 我们 我过来过 8月15 就平时街上 就没有什么人 你知道吗 那忽然就在 公园里面 到处多人 我就在想 新加坡怎么会 这么多人 你来新加坡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到 反而有一些 中国的传统假日 在新加坡 反而 是的 感受非常明显 因为 比如说 我在这边 过新年 其实你看 我在中国 过了那么多新年 就回了这么大了 其实很少看到武师啊 包括武龙啊 这样的 结果过来 就一个 一个那个 春节 看了好多次 我还亲自在现场 然后还吃了一点东西 你知道吗 感觉就是 我孩子也觉得 哇 就开心 很开心 看到武师武龙 对 还有一些 就是小时候 已经失传的一些东西 包括在这边 还能够看到 比如说 穿那种古装 对 跳舞啊 什么这些 对 打螺啊 敲鼓什么 这些 对 还是 我觉得很亲切 对 反而这种传统文化 在这边 也保存得很好了 真的是看到新加坡 对各民族文化的 保护得很好了 包括其实 来新加坡 觉得 在文化上 没有很大的 这种适应 就是因为 大家 尤其是华人啊 我们保存 我们的 华人的文化 这一块呢 保存得非常好 甚至 比我们保存的 还要好一点 近啊 在这种 传统上面啊 包括为人处事上面啊 我觉得还是 保存的 非常非常的好 对 你可以分享一下吧 这边 就是说是 工作 文化上面吧 不同啊 比如说中国 要有应酬啊 新加坡 有应酬的需要吗 其实 我觉得 在 我是比较喜欢上海的 因为上海这个城市 它本来就跟新加坡一样 是比较国际化的 其实我们 当时 我们的 总部原来是在上海的 我觉得 也是 所有的目标客户 天使客户都在上海起来 因为 上海 它是指认价值的 就是你只要能贡献价值 那么客户就会认可 甚至我愿意踹一下 然后呢 你不需要太多的应酬 但是在中国的 尤其是比较北方的城市 或者说是 一些比较小的城市 它其实还是需要 用很长的时间 去建立一个关系 也是需要去应酬的 虽然 也不用喝得烂醉如泥 但是需要 吃很长时间的饭 然后去建立信任什么的 当然就是 我比较喜欢新加坡这边的是 可能新加坡比上海来讲 更加开放一点 就是大家 更愿意听一下 你有什么新的idea 然后呢 你的东西是什么 让我评估一下 然后呢 而且呢 在新加坡这边 完全不需要应酬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 对我来讲的话 我觉得非常舒服 非常舒服 只用去说 我给你贡献的价值 或者说 我可以很直接的给你讲 我可以给你提供什么服务 然后呢 怎么样 那么客户这边就OK 就是非常的简单 然后呢 效率也很高 就对 节省了很多中间的 这个商务试探的时间 其实这也是 其实从大的里面来讲的话 这也是能够提高 这个就整个社会的效率 因为大家基本上都比较认可 说 我 你能贡献什么 你的价值我认可 那我OK 就拜应了 然后或者你的规则是什么 我这边规则是什么 我们能看能不能对接一下 所以这边就 大家会说得非常清楚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非常非常 我认为非常非常好的地方 也是我很喜欢的地方 我上来就很适应 而且我非常喜欢 这样的方式 对 我有应酬 大家其实下班之后都很忙 还有自己的价值的事情 没有那么多时间 在跟客户吃饭 什么的 闹很久 对 有一些时间会陪家人 然后甚至可以发展 自己的爱好 什么的 但是也可以同时完成 工作的目标 对 所以就有一个平衡 就是生活 成年 还有工作 这是我非常喜欢 新加坡这个城市的地方 它就是一方面兼顾效率 一方面还兼顾一些 这些个人的诉求 对 然后包括学习 什么的 这边还是 我感觉整个社会 还都是比较积极向上 然后很愿意接受新的东西 拆一下 这样 对不对 是一定的 很好 很大 你管的地方呢 多一点是 它可能没有春夏秋冬 对 对 就是 就是来来年多 就感觉就是每天 就这样过去了 因为我本来就是 很忘记时间的人 就是有时工作很投入 包括一年 以前是在上海的时候 我还一年能够买两件衣服 因为天气变冷了 赶紧去买一点 有天气变热 我再买一些衣服 现在就基本上 就是一年四季光 全这样平着过来 已经过去了 对 就一周一周过去 就没有感觉了 对 没有刺激的原因 是吧 对 有没有就是来了一年之后 有想念中国 会想念中国一些东西 但是也不是特别强烈 因为在新加坡 其实可以吃到 非常多的中国的美食 你不能吃穿菜 香菜 其实我们这边 还有很多华人 都在这边开餐厅 然后其实还好了 还好了 真的还好的 而且我自己本身 也是非常喜欢新的东西 所以适应新的环境 也都比较快 也没有问题 对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这边 更多的是 这边的人也很友好 我很快把自己的 那个英语口语 垫上了 也有一定的提升 我觉得挺好的 之前在上海工作时候 需要用到英文比较多 其实我们做coding的话 会有一些英文 但是只是reading writing 然后如果是说啊 听啊 就退化了 就完全退化了 谢谢大家的时间 来关注我们的频道 也谢谢Jim 给我们分享了 分享了这么多 很开心 因为是他一个 非常非常忙的一个人 是他时间 OK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一定要关注我 或分享我的频道 OK 如果想要听更多其他的话题呢 可以给我们下面留言 给大家知道 OK 我们下次再见 好吧 拜拜